如果你因为工作而被羞辱的话 你是可以接受的 因为你有拿钱 但如果你是因为 坚持自己的理念跟信念而被羞辱的话 你就会觉得很难过 导演齐柏林儿子齐廷环 因为简讯事件 靠老爸的鱼饮就能吃一辈子 闹得沸沸扬扬 他亲自来到苗栗县府 还原当天情况 其实那时候真的是脑袋一片空白 所以我也不确定 我当时讲了什么 那时候好像是因为他冲出来拉我吧 所以我就很生气 我相信当下你讲出什么话 应该都不意外 原本是受到县府邀约 来到苗栗县图出馆演讲 结果开讲前 收到徐姓承办人员传讯息 说齐柏林儿子30岁 靠着老爸鱼饮吃一辈子 就这两句话 让齐廷环气炸 直接离场 事后承办人员自行请辞 科长跟教育处长也都自行处分 帮处长科长说几句话 就觉得他们 就是希望县长可以帮他们重新处理 对 因为他们也其实也很辛苦 要办这个活动也确实不容易 这个事情我真的还是感谢 你的关系大人 应该会说调整 今天都开口了 但是职务上我想 尤其是承办人 当然可以继续留下来 可是我觉得应该要换 比较适合他的位置 自从齐柏林过世后 齐廷环承接父亲的意志 致力推动环境教育 到处演讲推广 但演员院这个身份 被讲靠爸俗 其实也不是第一次 常被这样讲 就是一直被讲靠爸 可是家里又没有钱 就觉得 那时候刚过世 欠了大概六千万左右 六千万 那时候我会听到这个数字 我就笑了 因为我觉得我从来没有听过 这么大笔的钱 但我确实很紧张 还是很感谢就是扇心的企业家 郭董 严董 还有文倩 文倩啊 我叫他阿姨 文倩阿姨的各种帮忙 他坦言当下虽然生气 但事后引发的风波实在太大 希望县府对于工人员 能够手下留情 对此现场中东井也承诺 未来将会持续和基金会合作 也谢谢他的宽宏大量 希望世界能够就此落幕 东西人蔡廷汉 陈泰佑 在苗栗常文报道